早前郭晶晶的预产期临近几乎全国媒体总动员进行追踪报道,却一直指纹楼梯响。 终于8月27日上午,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在微博上宣布喜讯。 郭晶晶今天胜利产下儿子,体重3.3公斤,母子健康平安,并表示稍后会向大家公布新生儿的照片。 喜讯传出后,容身为爷爷的霍振廷率先现身,于下午1点10分下来养和医院大厅,向众媒体分享这一好消息。 郭晶晶表示孙子于凌晨诞下,父母两人都有相似之处,很大只也很健康,婆婆特别开心。 而自己也试着抱过孙儿,但还不是很上手,至于取名方面,因为名字是要用终生的,所以一定要胜选。 健康,是否认识还是开刀呢? 我想她也是很健康,到时她会,我认识她休息一两天,她会和我分享这些经验。 那现在改了名字吗? 没有啊,因为现在等她生了出来,这个都是夜夜任务,我想要…… 是的,这些是众生的,所以一定要审慎一点,是否有点想法? 是的,有点想法。 是否跟随好吗? 我想几方便要配合一下,因为这个是终生的,是吧? 我想要谈慎一点。 爺爺生存的,是吗? 是的,这可以叫荣星,是吧? 荣星爺爺爺,特别我妈妈开心,你知道吗? 那么,探了他们,就看到,小孩挺好啊,挺健康啊。 即是太难已经见到那个? 是啊,是啊,头发都挺多的。 你有没有好过BB啊? 有少许,有少许不是很熟悉啊。 至于郭晶晶产后的状况,霍震停车媳妇数日都未睡好,她特别想向外面等待的记者说很不好意思,让大家在外面等,而且母子俩现在都很累。 最后,当记者问到前妻朱玲玲会不会来探望时,霍震停表示,要看其自己愿不愿意现身,说完就上车离开。 他们有什么奖励给你,这么辛苦? 好吧,他们,第一,他叫我代我们说,你们从事,真的这么多日了,他都不好意思了。 但问题呢,鸡刚都说了,他都没睡了几天。 我想他要休息一两天,等你回去,你们大家都休息一两天,等你回去,你们大家都休息一两天,他会出来,见不见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喜悦。 有没有留些什么给孙仔? 孙仔等他休息一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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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啊,你到时候,他应该会探望你,到时候他会不会见不见你们。 好吗? OK,谢谢大家。 拜拜,拜拜,拜拜,拜拜。 值得一提的是,8月27日同样也是跳水运动员田亮的生日,而田亮与郭晶晶还曾经有过一段恋情,亮晶晶之恋也被传为一段佳话。 有网友调侃,以后每当儿子过生日时,不知晶晶会不会回想起那段恋情,心中又是怎样一番滋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